胡悦浑然未觉有什么不对劲 她逆了许念念一眼 或许觉得自己拍了马屁之后 应该说一句真诚一点的话 她说道 你很漂亮 沉吟了一会儿 又补充了一句 非常漂亮 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唉 这风马牛不相及的称赞 为什么让许念念 有种莫名被关爱的感觉呢 她们之前 不是在讨论幼稚的问题吗 唉 算了算了 不跟她扯了 许念念觉得 每次和胡悦聊完天 她的脑子 也变得越来越清奇了 后天就要去京都考察 许念念打算 带许思思一起去 正好许思思放长假了 放假这半个月 许思思都在店铺里面 帮杨翠花的忙 杨翠花也每天给她五块钱 现在许二红帮许念念管理厂了 不差钱了 许思思也没把钱交给她老爸 自己存着小金库呢 每天放五块钱进去 她觉得自己离富婆更近了一步 斗志昂扬 晚上 许念念和胡悦一起去了南水路 一家人正在吃饭 许多鱼变成了小胖子 但习惯还是没改 看见许念念过来 高兴地跑过去抱住她的大腿 仰着脑袋问 姐 你给多鱼带好吃的了吗 许念念本想把许多鱼抱起来 发现她好像又中了许多 她已经抱不起来了 好笑地捏住她的鼻子 你啊 一个小胖子 成天就知道惦记着吃的 杨翠花接言道 那可不是 烫车球了都 这个多余的小兔崽子 许思思倒是机灵 赶紧拿碗装饭 给许念念和胡悦 欢快地叫道 念念姐 月月姐 来吃饭 吃完了饭 许念念告诉家里人 她要去京都一趟 还要带着许思思一起去 一听许念念要去京都 杨翠花和许大伟都疑惑了 杨翠花诧异地问 燕宝 咱家又没亲戚在京都 你上那儿去干嘛呀 杨翠花 这是把亲家现在 还在京都的事给忘了 许念念无奈地笑了笑 妈 我去京都都是去谈生意上的事 而且我婆婆也在那边 我顺道过去看看 杨翠花听言 拍了拍脑袋 哎呦 哎呦 瞧我这记性 居然把吴大姐在京都给忘了 那没事 有她在那儿 妈也放心 许思思的眼睛闪着光 她激动地看向许念念 双手合十 念念姐 你刚刚说 要带我去是不是 瞧见她期待的眼神 许念念笑着点头说 对 这次打算带着你一起去 正好上次 说给你做的衣服到了 现在都还没有拿给你呢 前段时间太忙了 我都把这事给忘了 许念念给许思思做的衣服 就放在南水路这边的房间 吃完了饭之后 许念念带着许思思去房间 把给她做的衣服拿了出来 焦糖色的脸碰领 款式的短袖 收腰 外面一件颜色鲜艳的备带裤 款式对于现在这个年代来说 非常新颖 许思思还从来没有看过 这种造型的衣服呢 但是不妨碍她 一眼看到就喜欢上了 非常漂亮 哇 念念姐 这真是你自己做的呀 许思思高兴地捧着衣服 笑出了两个小酒窝 小虎牙也露出来了 她开心地把脚贴在衣服的布料上 蹭了蹭 哇 布料好舒服呀 谢谢念念姐 穿上试试吧 这衣服 她是针对许念念的肤色做出来的 许思思的五官其实跟她很像 只不过因为她皮肤黑 而且多了一对小酒窝和小虎牙 看起来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可爱和俏皮 所以别人看见许思思和许念念 才会第一时间觉得完全不像 因为气质和风格相差太大 许思思高兴地立刻在许念念的房间换上了衣服 果然 和许念念猜想的一样 穿上这俏皮中又显肤色的衣服 许思思给人的感觉漂亮了许多 脸上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笑容